為在南京東路上 這棟台北富敦酒店 已經有41年歷史 現在有望成為全國第一間 危牢改建的飯店 而它的前身正是 力霸皇冠酒店 外觀平凡 內部卻別有洞天 這間中國風的總統套房 擺著一張能容納20人的沙發 原來過去前力霸總裁王又曾 就在這裡跟政商辦party套交情 我去了大概吃了一次 去那邊吃飯吃了一次 沒有特別印象 現在比較差 從前還不錯 十幾年都很老 就應該都要更新了 民眾口碑普普 力霸皇冠 後期生意一落千丈 跌入法拍 歷經三次流標後 直到2008年 被知名投資客陳姓夫妻 出價21億買下 改名富敦飯店 如今再搭上危老重建 專家說一瓶就能賺進300萬元 他買下來的這個土地的單價 大概是在200萬出頭而已 再加上有危老獎勵之後 他其實他的土地的增值 甚至可以達到500萬以上 真的是賺翻了 乘上1.15倍容積獎勵 建物總面積將從5600坪 飆到7000坪 富敦飯店也透露 未來考慮攜手國際飯店 推出新品牌飯店 但另一頭想重建的飯店還有他 在今不是在意不見 只要很快就會再見 走過47年歷史的六幅客棧 曾是北市第三大飯店 今年也申請危老重建 想把11層樓高的客棧 改建成20層樓的旅館或商辦 整棟出租或出售 最快6月底市府就會拍板定案 東森財經新聞 六支六支騰台北採訪報導 六支 옆 吉平 wym擬 一分耐 四支 一 episode